第一次是沒有工作,但又覺得找工作有困難 又要照顧兒子 沒有試過這樣,馬上沒有收入,有點旁忙 我叫Diane,今年34歲 有個兒子,12歲 時間用了還沒收到嗎? Tig吗 Tig吗 Rand,今年124月 MING 2月開始沒有上班,拿中緣到現在,現在主要是在家,可能幾天才拿一次買菜 2月之前是在一個工作室教陶瓷,平均七千元左右 我陶瓷是一路可以學到新的東西,我覺得過程會很有滿足感 令我個人放鬆,開心點 有時我都喜歡畫畫畫,幫朋友設計海報,也有 立即失去收入,有點旁黃 所以立即打給社工,因為本來我們有社工跟著 就跟他說我失去工作 自從我開始跟前夫爭賦養權開始,就有社工跟 他2008年出生了,我兒子 其實2007年已經開始婚姻有問題 2013年開始就分居了 就開始搞離婚和扶養權,第一次落中緣 其實我最初不是很想拿,因為我又不是做不到工作 未到最後一步我都不想拿中緣 我想香港的縱緣污名化情況就很明顯 因為我們也是一個不像外國那樣 有一個限期的所謂就業的保障計劃 比如在美國,你不能長期都領失業援助金 它有一個限期六個月,九個月 美國的民眾就會覺得這個是政府對它一個臨時的幫助 但是香港的縱緣制度就典型 都幾多人會覺得它是 你真的沒有能力做事啊 或者你靠政府啊 因為它又沒有限期 由申請縱緣到批出錢 都有幾個月時間 中間那幾個月就難牙一點 生活費方面慢慢緊 其實買東西吃 因為如果不出街吃都可以很省 一個月買東西吃的錢 可能兩千多元左右已經可以了 所以那時我問媽媽借了一萬元 所以都夠熬幾個月 不好意思 媽媽賺錢都辛苦 所以盡量,如果不是必須 我都不會問她借 不知怎辦 不知怎辦 因為其實兒子又不用上學 長期在家裡 我不知道怎樣上班 所以如果沒有中緣 我想會很困難 一直都有工作 勉強支持到生活 沒有試過這樣 不知將來會怎樣 但我要保測 是很困難 有很多事情 對眼神 我甘你 有甚麼事 有趣 有些事 感染 有些事 有些事 有些事